这次教得很仔细哦! 需要线稿的宝宝撕卧吧! 背景随便填充一个颜色,降低线稿透明度。 上色的笔刷这里用的颜色生成器和梦幻笔刷,大家随便挑一个就行。 选择油漆桶工具填充。 每上一个色建议新建涂层哦,这样方便修改。 右侧栏上面的加号就是新建,长按可以拖动涂层上下。 复制粘贴眼睛。 画眼白。 选择椭圆工具化瞳孔,填充。 复制粘贴另一边的瞳孔。 重复以上步骤。 画出眼皮阴影,选择正片叠底。 大家可以把下节毛补上,我又忘记了。 不过我感觉不画下节毛显得更干净了。 有宝宝说不会画鼻子,那就画三数再来一个三角形。 这里只需要把三角形涂点颜色就行,我搞错了。 再叠加一层深一点的颜色,混合笔刷过渡一下。 外轮廓勾勾勾勾勾一下。 软喷笔画出腮红,鼻头下巴都来点。 脸的部分就完成了。 衣服是格子的,最后把透明度都调到70%就行,记得分涂层画。 擦掉多余的部分,每个涂层都把透明度调到70%就行,这样才会有叠加的效果,就是横线竖线相交的部分。 头发涂层复制一个,锁定,选择更深一点的颜色涂色。 再叠加一层更深的。 这个头发是我目前的巅峰之作。 脖子的阴影画上。 头发的高光点上。 复制头发,粘贴锁定,选择灰粉菊,当作刘海阴影。 擦掉多余部分。 选择正片叠底。 再复制一层头发涂层,用同样的方法画出肩膀部分头发的阴影。 。 背景换了一个颜色。 把所有的人物涂层合并一下,复制粘贴,锁定。 人物背景就出来了。 。 发卡忘记画了。 发卡忘记画。 好了完工,谢谢观看。